快速存取工具列的运用 快速,我们不要的栏位呢 点这里哦,你看哦,点这里要选这一格 点这里要选这一栏 按右键可以整个把它做删除 那各位看一下,Excel这个地方很重要 我们刚学会什么,按右键可以把它加进来,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油气桶,油气桶做什么呢?填背景色啦 点起来,我可以换别的色,我想填绿色 这叫油气桶,不要的话按右键可以做什么 移除 那有个东西很重要,这个是命令,任何命令都可以按右键把它摆到这里来 不要就可以移除,那有些东西是摆在这里哦 这边预测叫做存档,后悔再重做,那Sigma Sigma是我们刚从这里加进来的,叫自动加种 那有个很重要,这一颗你也得加进来,在这里 预览列印 Excel在列印的时候非常繁荣 Excel在列印,他不像握的,握的是所见及所得,直接印,Excel不是 什么叫做不是,我想跟你讲一下,Excel纸张你要缩小一点 他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纸张 你挨印多大,老师如果我资料打在这里会怎样 印出来乱七八糟而已啦,不会怎样,他会帮你印 只印出来可能你也看不见 或者很不好 Excel他不管,右边加是放大,减是缩小 这里 这个叫卷轴 最上面来,卷轴在上面 点到这里 好 加是放大,减是缩小 那其实呢,我们来印看看喔 看起来这资料不太多,对不对 如果要练的时候呢 这颗很重要,这颗要预览列印,看一下吧 这里 印这样,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嘛 已经浪费两张纸了,各位看一下中间这里 有没有看到一个2 什么意思?第2页 第2页就印这样 Excel的答案从来没有人直接可以直接印 来看第1页是这样 你仔细看一下就有点委屈,老师 宽度好宽 怎么印出来,把这个赶到右边去 预设的纸张会留边界 因为留了边界,所以这边差一点就跑到这里来了 所以你印出来,理论上这叫做废纸 你看见吗 你看见吗 在这里喔 所以呢 当我点预览列印,他就画一条,有看到这个虚线 告诉我说,这里是第1页,这是第2页 所以Excel呢,绝对不可以把这个摆在上面 叫做什么,直接印出去 通常直接印出去都没有好下场 一定要,列印要先设定完才能印 所以呢 这一颗就变得很重要,这一颗什么 要印之前先看看 检查一下 有没有变成2了 如果2就完蛋了 老师,差一点点怎么办呢 好 第一招移到边界来,可以调整什么 移到边界来,仔细看喔 滑球标会变喔 我把你变小一点点嘛 诶,进去了呢 老师你怎么看的 看虚线,来再放大一点回来 有没有看到这条虚线 告诉你说 这里,从这里到这里,从这里开始 到这里是第1页 这里是第2页 中间有这条虚线,然后移到边界来 如果你要调整看到虚线,还在喔 可以了耶,在预论先看看 有没有看到变成1了 有看见吗 喔 所以呢,这一颗变得重要,对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 这两颗是我一定要摆在这个快速存取工具点 那这颗怎么摆上来呢,在这里 打勾表示目前出现喔 储存档案就是这一颗啦 那 复原了后悔 这一段搞砸了不要了后悔 还原叫这一颗 取消复原是这一颗 那这是我们刚加进去 那这一样,老师 我觉得 地增排序有小到大也不错啊,加进来 就有小到大排序 你看懂了吗 有打勾表示有出现 没有打勾表示没出现 如果不要这两个呢 那就再把它点一下 电脑世界就是这样 打勾表示要 没有打勾就表示不出现 不使用 这是快速存取工具列 那你也要常常习惯什么 放大缩小 右下角放大缩小 那顺便再把这个提一下 按着Ctrl键滚轮,然后点这里喔 Ctrl键压着不放 电滑鼠油标的滚轮 往前放大 我比较常做是这样 往前放大,往后缩小 我很少在这里点,因为这里点比较麻烦 这样点点点 其实滚轮放大缩小不要 那放大缩小还要看喔 如果我点在这一颗就以这个为基准 你看放大 我刚点82了 一定是以这个基准 因为它很靠右边 如果点在这个 按Ctrl键滚轮往前 它不管旁边的 所以我通常放大,我习惯会点在右上角这里 左上角,sorry 放大就这样 缩小就这样 来 待会麻烦你 学习,一定要把这一颗摆到这里来 第2个 这个 第3个你也可以试一下预览列印的效果 来 欢迎